就發現第一起的棄制案 那一年之內就連續有五件的一個通報 那這個經過議員的督促及這個縣府的努力 它的總棄制雖然達到5300多桶 總重1260多噸 那這個我們努力的結果在103年 就清除了大約有一半 只剩下南投的一個長生物公司 它一直沒有來清除 那本局在104年度的時候 就將這個收集所有資料 移請這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 來強制查封該公司的一個資產 那並且做強硬的處理 那後續呢業者受不了資產查封 並且局裡面這個把它定期要拍賣 所以它在今年的3月底 已經將所有的剩餘的會期物全數清除完畢 這家公司在全國各縣市請到很多 大概進度最快的是本縣 而且完全清除完畢 沒有用到縣府的一毛錢 那另外這個水染防治工作 這個104年度我們也獲得了土壤及地下水整治計畫工作的一個特優 那河川及海洋污染在海洋污染方面也得到了一個優等 那目前我們積極在推動這個北港西伊流域的一個整治 那像環保組也爭取到3200多萬的一個經費 在西口香流購大牌做限定處理設施 目前工程已經達到24% 那預計完成之後這個能夠削減67%的一個污染量 那另外資源回收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本縣榮獲環保署104年度資源回收考核最高的榮譽金值獎 那同時我們的環路大理民雄及梅山地區獲得相似正級的優等獎 各獲20萬元的一個獎金 那本縣除積極推動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工作 進行鄉鎮自公所的回收考核之外 針對未達到沒有達到資源回收的工所 也加以輔導 那資源回收率在104年度達到43.88% 那垃圾清潤量較103年 因為資源回收關係減少了7139噸 今年度初步的執行成效 1到4月份的資源回收率比去年還要高 已經達到46.64% 那配合整個田園城市的政策 推動資源回收的落實工作 將資源有效循環 是我們環保的一個重要工作內涵之一 以上補充報告 進行各位議員理事先生指教 環保局的工作報告 各位同仁 報什麼意見 來 林議員 局長 不好意思我要你把那個你們的環境教育推動執行的一 就是互動式的環境教育宣導 環保共玩購100場 這100場你們都已經計畫好了嘛對不對 是的 那OK你把這100場的那個整個場次好不好 那個議員就是說我們是先預計這樣子 那可以調整的 那我們提供那個預計的部分給議員 那後續會依照那個再做調整 好那你們長次 而且你們辦的計畫 你們如何辦這個這個那個這種對 計畫內容經費 對 好 好 謝謝 好 好喔 這樣請回座 來 財政稅務金 大會主席 張議長 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那麼首先非常感謝各位議員先進 長期以來對財政AO的支持跟指導 僅代表全體的同仁表示由衷的敬意跟謝意 那麼財政局這半年來的工作報告呢 除詳見順便資料之外呢 僅再要做三點的補充報告 那麼第一點呢 是報告105年度的預算指引情形 那麼截止今年的5月底子 我們的稅入的實收數是 93億7500萬元 占總收入預算的41.4% 那麼其中稅額收入呢 已經收到了37億1600萬元 執行率是51.1% 那麼補助收入已經實現了53億9600萬元 那麼執行率是36.3% 那麼其他的各項收入呢 都在合理的範圍之內呢 那麼另外我們的稅出的實務數呢 是91億8700萬元 那麼收益項底結果呢 我們還有結餘1億8千多萬元 所以目前的資金調度呢 我們維持是在正常的運作 那麼應付的廠商的工程款呢 平均可以在7天內完成付款 那麼第二點是有關增進財政效能方面呢 那麼除了自我努力加強各項開眼階的措置之外呢 那麼針對當權不合理的沒有公平正義的財經法令呢 在新政府成立之後呢 我們都認為應該做有效的翻轉 讓弱勢以農業為主的嘉義線呢 能夠早就翻身看到明天 那麼這些不合理的法令呢 包括財政收入犯案法 公共災法 行政院主席總處計算的交款抓爛跟平等預算 國外會主導的中央各部會的計畫請補助等等 這四項法案呢 我們都會提出具體建議呢 那麼透過管道向中央來反映 我們希望能夠盡早落實財政分配的公平正義 讓嘉義線呢 能夠早日脫離那個貧困的一個情況 那麼第三點是有關增進稅務效能方面呢 那麼在104年度的財政部的稅建基增 作為考核績效方面呢 我們是在榮獲評主的第二名 為民服務的績效呢 我們也獲得第三名 那麼此外呢 防稅的清查 我們在去年也 獲財政部評定為地方基增 機關的評主第二名 那麼在加強變民創新的AO方面呢 那麼除了以國稅局呢 共同成立聯合服務中心之外呢 在全縣的九個偏連鄉鎮呢 我們設置遠距視訊的服務據點 那麼服務件數呢 到事業底子總共突破了600件 那麼成長率是65% 那麼顯示我們服務的效率跟品質呢 已經向前邁向一大步 那麼以上是財政局的重庭工作報告 那麼敬請各位議員先進指教 報告完畢 我們財政局的工作報告 各位同仁有什麼意思 來 詹婉貞議員 好 議長找大家找 那個局長 你309月 就是我們104年 我們的公共債務比率達了 446.65%對不對 超過45% 所以我們需要訂定一下那個改善的計畫 那這邊寫說你2月16日 你已經有報到行政院去同意 那我要那個計畫的內容 及你的時程表 好 然後我想請你再 這個部分你財政幣已經核佩了 已經佩查了 對 我要詳細的資料 好 麻煩你給我 然後還有你再說明一下 我們 我今天早上有問你 線統籌分配款 我們是怎麼使用的 是怎麼樣做分配 線統從分配稅款 我們家一線有訂一個 一個分配辦法 那個這個分配辦法 相關的條文的訂定之初呢 我們都要請鄉鎮氏來參與共同討論 那麼這個也要遵照中間的法規來訂定 那麼根據我們這個分配辦法裡面分配的 是我們百分之九十就是我們收了全部的一個額度 可能在兩億五千多萬元這個額度 那麼百分之九十要根據我們的公司來分配 那麼另外的百分之十就有流工作為景極跟重大資助之用 你說百分之九十都分配給各個鄉鎮市公所 百分之十是留在縣政府這邊 對 那你310頁你看一下第五點 福島鄉鎮市業務 然後你這邊第一個 這個就是在講縣 我剛剛在請教您的縣統籌分配稅款嗎 對 那你看一下內容怎麼跟你講的不一樣 你的工作報告下來310頁 310頁 310頁 不好意思我這邊 你唸一次 你唸一次啊核定各鄉 第一個核定各鄉鎮105年縣頭的分稅款 你是怎麼分配的幾%是怎麼分配的 你沒有這一本 有有有 我們分配的方式你說第一點吧 對 那第一點就是我們收的收入之後 我們就就按照我們的一個公司的分配 那就按照第一個就是財政收入差短的部分 我們先離比百分之五十 那麼另外我們就 百分之二十的部分呢 我們按照他鄉鎮的人口 跟土地面積來做分配 另外百分之十五呢 是按照他的財務等級 那麼另外的百分之十五呢 我們是按照各鄉鎮的開源接流 計下我們做分配 你剛才的頭身你怎麼跟我說的 對 百分之九十 這裡百分之九十是像公司的分配啊 沒有咧 我這個意思是 這是哪幾個加起來是百分之九十 這裡面加起來是百分之九十 我現在說的就是 五十加二十加十五加十五是九十 還是怎樣 是啊 五十加二十 那就七十啦 對 這加十五十五是九十喔 你財政收入局長你連這加法你就加不到 這加起來一百吧 對 對啊 啊你說的十是你對 不是 我現在說的就是這個部分的 這個部分百分之九十的一百是這樣分配的 對啊 可是這裡你這樣怎麼分配我都不知道哪裡九十啊 說百分之九十這個部分是 是怎樣分配 對 百分之九十裡面 我們總共要分配 做百分之一百的分配啊 我不懂耶 對 我再告訴你 你告訴我你這個五十二十十五十五 啊九十哪邊來 你是哪哪幾個加起來是九十 百分之九十裡面分配的公式是這樣算的啦 我用百分之十一個 所以你們就是不照這個規定下去 你們不照你們這個分配原則下去分配就對了 有啦 我現在講的 對啊我現在問你講 你說你村的十是老的管政府現在 看你覺得誰有需要 那誰問那個十是哪一個十 我現在講的就是 百分之一百 對嗎 對 百分之十是另外 要做自己支出的 對啊十塊來的啊 百分之九十是 對 這樣這個分配 但百分之九十 你裡面什麼 你是什麼五十五公所 是 還有二十是因為 公所的林口 還有土地面積下去分配 十五是依照財政的等級分配 然後再另外十五是依照你 你縣政府對於各個鄉鎮市公所 你開源節流你的 績效作業下去 合定的去分配給各個鄉鎮市公所 對不對 我只要說百分之九十的這個部分 用這個公司分配啦 百分之九十的部分的公司 分配公司是這樣算出來的啊 沒有啦 這就是百分之九十的分配 一分配公司是這樣啊 百分之九十的分配公司 那小意思好不好 十八樓下你是怎樣下去 每一個公司 他這個頂面的多少點 各個鄉鎮提出的計劃嘛 他有重大的需求 他有一些交通啦 運動、公共的推動這一類 我們就 村主縣長我們就合定啊 所以你這邊會有兩千多萬 大概就是給看 你覺得哪一個鄉鎮市公所需要的 你就給他運用 對 他要提出計劃來 要從價位出來看 我們有沒有這個需求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你要給我那個計劃 債務改善的計劃 好 謝謝 來 這裡還有沒有 沒有請回座來 好是各位議員謝謝 文官 文化觀光 大會主席張議長 各位議員先進民主長 那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感謝議員長期來對文化觀光局的支持指導和辯策 讓文化和觀光的業務可以順利的去推展 那除了重點和工作報告之外 底下做幾點補充 第一項是關於故宮開家門家裡賞燈區的活動 那由我們主政和規劃 那協同縣府各單位 那來規劃八大登區 66天總共吸引35萬人次的旅遊 經濟消費約9778萬元 另依據民眾問卷的調查 滿意度高達9成以上 第二辦理2016年瑞里紫藤花祭及阿里山花祭 以紫色浪漫幸福藤雲為體來做行銷 那包括就是瑞里跟周邊的景點 同時也把圓潭生態園區 雲潭風景區 綠色隧道交立品車站 瑞峰太興風景區等 那同時行銷在地的特色產業 包括茶香糖咖啡竹筍 並與旅行社推出一日跟二日遊 將主題形成商品化 自3月17到4月10號 花祭期間共吸引25000人次來旅遊 其中3000人次於當地住宿 創造3786元的觀光產值 第三項邀請媒體 包括民視、遠見雜誌、自由時報、金週刊、金藝術 跟著董事長由台灣美宅志 以及國外媒體 同時也跟雲管處和新聞行銷處來合作 包括在高跟鞋教堂的部分 總共有300多者的國際媒體報導 另外也報導了故宮南院 梅山瑞里 足齊頂笨仔 阿里山各地區 六角蒜頭堂場 東石圓碼頭奧古斯蒂 板頭社區等 座椅行銷加益的觀光 接下來還有順利爭取到交通部 觀光局競爭型提案 雲梯、茶道、美山驛站鏈結計畫 3.1億元 目前整體進度是15% 另外辦理世界博茶會 包括六國的茶文化展聯 百席世界大茶會 15國125間當代茶器國際名家展 還有展社會和跟著茶旅行等 為期10天的活動吸引10萬人參與 媒體露出盛奪國王或好評 也成功了嘉義作為茶都的 出生士體的一個成效 最後去年底成立嘉義哀樂管弦樂團 與表演藝術中心進行首場的演出 本週六將進行第二場演出 首場的演出水準身或哀樂者的喜愛 也獲得很多掌聲 預計未來的一年內將演出二到三場 並以嘉義為主題 進行相關的歌曲創作 那同時也在嘉義地區 那甚至以後我們也會請他們 可能到外地裡面就進行相關場的一個演出 那以上作為檢料的補充報告 那請各位議員先進進行指教 南文官局的工作報告 各位董來 張婉甄議員 好 謝謝 局長根據報載您要到中央去什麼時候要過去 我想謝謝議員的關心這行政的程序在進行當中 所以還不確定什麼時候 我想有最快的結果一定會跟大家來進行報告 那你看一下你的工作報告 重點業務第64頁 詹議員好 你可以說明一下第三個觀光失業工程 然後第二點有一個104年度油氣據點特色加值計畫 然後這三個進度為什麼只有5% 5% 3% 10% 好 報告詹議員 這三項工程都是在去年底的時候 都是在10月份的時候 10月中旬的時候 光局來穩 所以我們在去年底的時候發包 那馬祖大道景觀的營造第二期工程 主要是做這個新港公園 就是公所對面的公園 其實我們都已經整個好了 工程也發包 但是公所這邊跟地方的傳頂 我相信有一些意見 所以這個基東包括葉議員跟陳議員 還有就是林秀琴議員 都有來進行相關的關心 所以我們舉行了多次的協調會完之後 那現在終於底定 中間曾經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那裡面還有一些就是 因為要自洪 要在那裡做投資站 因為那些地勢比較低下 所以有相關的那個路線 還要去掩討 所以就是包那個停工 所以它事實上是去 就是去年底發包 然後今年的時候 繼續來現在已經可以繼續進行 另外第二個就是 帆路鄉基雲市的 區域的空間的改善工程 這一方面我們是改善就是 基雲市旁邊那個 我們現在在做停車庭 要去到佈渡這裡 包括省農管理這方面 這方面也是因為說 從送到外面還有 還有地方的代表會 還有人數有些改造的意見 所以也是進行相關的協調 協調之後 現在也是已經開始的時間了 所以它進度都比較慢 對 都是因為地方上它有一些問題 原本我們都已經跟 公 就是這些案子 原本就都有跟公所和地方的人 有一些就是進行相關的討論 但定案晚之後 第一個我們要先搶在去年底發 好不好否則預算會先拿回去 但是後續的溝通還是持續要進行 有的是已經同意了要施做 但是要施做前 又有一些意見 所以都要進行協調 那第三項也是一樣 郭文南園的周邊的官方小鎮的營造 第三期的一個部分也是一樣 也是地方有一些意見 所以我們就先進行下來 就是做這個相關的協商 那這些協商的進度都已經差不多完成 所以都已經可以來進行相關的時間 所以這三個進度 一個是 一個進度5% 一個3% 一個10% 來 你翻到第322頁 對 第10點 那為什麼你這邊進度呢 一樣這三個是一樣的 第一個進度是50% 第二的是45% 為什麼前後差這麼多 一個重點業務到後面的工作報告 那進度差這麼多 我想這裡面應該有物質 要來跟大眾多抱歉 那所以你剛剛報告的 跟這個寫哪一個是正確的 我們會補那個最新的進度進來 沒有你剛剛說的 啊到底目前我要以你了解 你了解目前的進度 到底是這個 呃 我想那個 工作報告的部分 應該是比較不正確的 但是他的算法 我想我們等一下 會後之後 就進行 就進行書面資料 那應該他也不 這個是你們家 我想要跟各局處講 這個是各局處的工作報告 你們是覺得說議員都沒有在看嗎 我已經發現多少錯誤了 我想這裡來跟大會致歉 那這我們會把相關的這個 最新的進度資料給補送進來 你們自己都不用看過嗎 當時我就親菜送上來 然後來給議會檢查議員 看哪個議員有認真嗎 不過我知道我本身很認真 你也沒發現錯誤啊 我想這個部分 所以我問你3%5%10% 你照樣可以去說明說 喔為什麼進度只有3%5%10% 那要不然是 那進度已經322了 說進度已經一半 你也有活動改遷 這樣也不簡單 他應該不至於只有3%5%啦 因為這部分裡面 我們就是有各個 呃層級你們去做覺醒 所以你看啊 整個文化觀光局 你們都沒有人再去看一下說 欸我們的內容到底有什麼問題要修正嗎 我想局長這個大概 你也要回去檢討一下 我們會做檢討 然後我要那個 故宮開家門家異想 就是東京異想事件 你整個的那個經費 你們到底用了多少 還有各個局處的 我這邊目前只有哪 只有知道幾個局處的 只有幾個局處有告訴我 就是民政處 行政處 政風 然後財政稅務局 社會局 有告訴我說 欸他們到底有沒有募款的 有沒有出國的 就或者是針對這一個經費有沒有 其他的都還沒有告訴我 那麻煩你們一樣要盡快告訴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沒有人募款有這麼困難嗎 你做一個人沒有看 你應該知道了嘛 然後這個經費你要簽出去 你也應該有簽 你應該也有印象說 你到底有把經費出去嗎 去辦這個活動嗎 啊你有出國嗎 你搞得清楚嘛 啊為什麼我搞現在感覺 這麼多局處 只有四個局處 給我資料而已 然後麻煩你們盡快謝謝 好 局長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來 李議員 局長 你剛才我好像有聽到說 那個民調說 你這樣說有高射 是什麼有高射 嗯 報告議員齁 就是我們那個辦這個 故宮開家門這裡送回去的這個 民眾的這個文庚的調查 對 麻煩都 對 還是加議員有高射的官民都來參觀 不是 麻煩都 那為什麼麻煩都 麻煩都 我們就是有現場請這個 那個嘉義大學的這個老師齁 他們來做這個相關的這個問卷 對 就那段來參觀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一間問卷 他們是用那個比較隨機的方式啦 對 有好運 喔 那是調到那個學生還是家長 都有 對 都有喔 我們沒有去他設限 由他們自己去操作 不怪 不怪民進黨中說 要叫你去做 民調中心的主任 好 沒關係啦 你覺得說有就有 齁 啊我是覺得 他們為什麼呢 本市民那樣很近 我都會去看 天氣我要看事啦 啊人員真的沒多啦 啊當然有來看的 有麻煩沒麻煩 齁 你說你就有做這個問卷調查嘛 我感覺 還要給他方向一句話 因為剛才 詹議員已經有給他去調 那些資料 那些所有 那些 醫生 開支 經費來源 齁 本社在這裡 還是要再繼續跟你們 跟你們 文化觀光局 包括 每一個科學室 都給你們提醒 錢 一定要發在刀口上 你們辦櫃 人桌 照 包括 他的經濟效益 在哪裡 我們這些議員 大家都會 絕對 很用心 去跟你們感動 去跟你們看 所以說 我希望 你要將這些資料 趕快 給我們一個 在座議員 不要說只給他 占議員 因為這樣 總之順 已經要到 六月初 開始 你們現在還在這裡 拆拆拆拆拆 拆拆拆拆拆拆拆 這就是 描述到我們家議員 議員 所以說我希望 我們台會主持人 我們的議長 這個要跟他們 科學室 要跟他們 讀書好好 好 謝謝李議員的這個 基礎 我相信我都一直 照到議員的這個 支持來做相關的辦理 但是要做一點補充 就是 靜體的進度 跟工程的進度 是兩種不同 靜體的進度 包括就是 整個設計之後 就可以處理之後 工程 發包之後 他就算在 工程的進度 是反工程的進度 所以 它是兩種 不一樣的 既成的方式 這必要 我相信我們的 社長 來向議員做相關的解釋 議長 謝謝 好 來 請回座 來 消費局 我們大會主席 張議長 還有我們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我們各位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早 那感謝各位議員 平日對我們社會福利 還有我們勞政業務的關心跟支持 今天我的工作報告 從337頁到360頁 重頂業務在69頁到72頁 支救本局重要的業務 來向各位議員女士先生來做報告 第一個 在人民團體業務方面 在104年的社區發展工作的評鑑 本府獲得了優等的一個佳績外 那在 綠草的松竹社區 民雄的大齊社區 竹齊的義和社區 也獲得了甲等 另外中華社區 也獲得了單項的特色獎 各社區發展協會 他的成績非常亮眼 第二個在社會救助部分 我們結合了民間資源 協助弱勢家庭 基於本局的資源有限 我們本縣的資源有限 本局積極地聯合民間的各項資源 來對我們的弱勢家庭做必要的協助 例如結合了九華山的地藏庵 在農曆年前發放東陵救濟金 共大概是567萬元 協助了本縣1719戶的低收入戶 另外本局也結合了民間的三星人士 來對我們做事的家庭子女的長期生活協助 104年10月到105年的3月 總共的募集了民間資金1191,200元 提供弱勢家庭子女生活輔助金 另外我們也與我們的社團法人 慈善聯合會還有我們來成立辦理我們的物資銀行 提供了我們這些弱勢族群的白米 麵條 罐頭 泡麵等緊急物資給這些弱勢家庭 在104年10月到105年3月 總共有52人捐贈物資 換算成市價的話 大約有新台幣1561萬元 總共有15581人來受益 第三 在兒童少年福利方面 我們針對家中如果有20歲以下的兒童 父母應育兒需要至少一方未能就業者 來提供育兒津貼的補助 從去年10月到今年的2月 總共有18814人士受益 補助的新台幣4786萬元整 另外 我們也成立了日安民雄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這個服務中心 它是以服務兒哨為主 以家庭為核心 社區為基礎 並以家庭為服務單位 強化家庭的功能 強調的就是便利性及在地性的福利服務 平日除了個案管理外 並辦理團體工作一場 親子及親子獎座兩場 親子廚房三場 順目親子活動一場 及親子系列活動四場 宣導十七場 第五 在老人福利方面 我們積極的來開設日間照顧中心 本縣已經在新港鄉 民雄 陸巢 西口 梅山鄉 開設了日間照顧中心 並籌劃在大林設立新的日照中心 提供失能 失智的長輩完善的照顧 另外 我們也辦理了日間拖老服務 來服務那些健康或者是雅健康的長輩 落實在地老化 推動社區照顧 以拓展一箱一箱正一多元日照的服務 強化長期照顧的服務體系 第六 在就業服務方面 我們去年11月辦理了一個現場徵才活動 參加廠商總共有28家 應徵人數604人 每核成功人數有94人 另外 在勞資關係方面 我們輔導了事業單位 按月提拨勞工退休準備金 建立退休金的制度 以保障勞工老年生活 完成勞工退休金準備 提拨之事業單位 累計1737家 我們也針對為足而提拨勞工退休金的事業單位 總共有405家 以發文來吹角 以上 維社會局的工作報告 進行各位議員先進指教 謝謝 消費局的工作報告 各位同仁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喔 沒有請回座 來 公家處 大會主席 張議長 各位議員 女士 先生 大家好 公車處的工作報告 想如市面資料 361月到366月 敬請各位議員參與 在這裡要向各位議員 說聲抱歉 我們第363月 第二大項 我們物質為 改善營運業務 應該正確的是 稽查工作業務 以上跟議員說聲對不起 另外有兩點補充報告 第一點是我們的營運概況 目前我們的班車總共有87輛 其中包括遊覽車有6輛 中型的客車15輛 大型的客車有66輛 平均的車領是5.67年 我們的營運路線總共有35條 其中包括公路路線有27條 嘉義縣境內的四七路線有5條 嘉義縣的四七路線有3條 那麼一天我們排定的班次有63個班次 總共有531個車次 行駛的旅程一天總共要投入 14,170公里 投入的工時要534個小時 那目前我們有 駕駛人力82人都依據勞計法的規定 這個排班執勤 那去年我們向公路總局 申請太舊換新的公車時輛 以及因應故宮藍燕的開館 到高鐵站的這個接駁 增過了6輛的低底板公車 已經陸續的辦理這個驗車 交車的工作 將在這個6月16日 舉辦新車的起航儀式 正式加入營運 那今年我們要籌措明年度的公車 太舊換新10輛 以及因應這個太平營梯的正式營運 預計向中央爭取經費 增過10輛的中型巴士 將在下半年度公開招標 採購的程序 明年度的上半年交車正式營運 那第二點是我們的營運收支報告 今年1月到4月我們的累積 營運總收入是5,664萬元 比去年的同期 我們減少了68萬元 平均每車公里的收入是32.98元 那1月到4月我們的總營運成本 累積是5,815萬元 比去年的同期減少170萬元 平均每車公里的成本是33.86元 那麼1月到4月我們累積的虧損 目前是151萬元 比去年的同期255萬元 我們減少了104元的這個虧損 那今年104年度的結算 我們的總結算已經由這個 嘉義縣審計室核定在案 那我們的A5總收入是 1億8381萬元 比103年度 我們減少了570萬元 只要是有那個票價的調降關係 那麼在這個營業的總支出 我們是1億7246萬元 比103年減少了1,400萬元的支持 那存益 營業的總存益 有1,135萬元 比103年度的313萬元 我們104年度增加了盈餘有820萬元 以上是工作室的工作報告 請請各位議員主教謝謝 我們公共處處的工作報告 各位議員當然要來解一下 沒有吧 沒有請回座 謝謝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國局處的工作報告 我們議員 要所需的資料 希望 禮拜六議請 全部交給我們所有的議員 這個特別的 我們議會特別的 希望 我們各局處 要遵照這個時間來辦理 來 我們今天散會 觀眾朋友 請來 請來 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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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